热线十二 回家途中忽然遭遇浮足之客 你死了吗你白死啊 你死了你不险的孩子不哭嘛 年龄相仿却有着不同的人生 有的 有的有两个菜那的 还比弄得好过的 稳路的陌生人 热心的领路人 人人寻找的沈亿 为何知道所有人的秘密 虔诚的代价 热线十二即将播出 2013年11月7日下午六点多钟 潘大妈像往常一样买好菜 准备往家走 这一天她在市场跟女儿做了一套新衣服 耽搁了一点时间 所以急匆匆的想早点回家 给老伴做饭 就在这一时从马路的南边 走过来一个女人拦住了潘大妈 那个媳妇也不安有事 是啥事去吧 她说大姨你知道 这还有那个台湾老头的看没有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不得了 奇怪的是问完路后 这个女人似乎并没有急着要走的意思 而是很自然的跟潘大妈 闹起了家常 热心的潘大妈赶紧安慰这个女人 城中这个女人告诉她 自己听说这附近有一个高人 不仅能帮人看病 而且算命解灾也特别灵 就在他们聊天的时候 马路那边又来了一个老太太 当这个老太太经过他们身边时 忽然停路了 她说的 我留一圈 有个台湾老头 九十八了 有个鸭没掉 她拎着拎着去西北 这么的 到西北这么上北国的路了 这个忽然冒出来的老太太说 自己刚才经过时不小心 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刚好她跟那个会治病 又会算命的老神医 很熟 所以主动提出 要带他们一起去 这个时候本来已经没有潘大妈的事了 可是好奇心让她决定 先不回家了 把老头 血糖糕 血压糕 我没发个气 觉得她看得好好的 我都相信老妈的 大家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欢迎各位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孙小梅 刚才在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 潘大妈遇到的这个女人 说正在寻找一个 能够消灾治病的神医 这个时候 正好有一个路过的老太太说 正好她就认识这个神医 并且主动的提出 要带他们去寻找她 说到这儿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心领神会 没错 您猜对了 这确实是一个骗局 这个说话的民警叫赵凯 是山东省腾州市公安局 刑警大队的民警 他还记得第一次 看见潘大妈市的情形 他就是太容易相信人 他不知道社会上 有这么些坏人 他就自己认为 我这么好心 我又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怎么别人骗我干什么 潘大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提起后来发生的一切 潘大妈至今还懊恼万分 一天晚上没有 我会会的 那时候我有事想起来 我就掉了 想起来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就掉了 潘大妈回忆 她就这样跟着那两个女人 去找那个所谓的台湾神医 当他们走到路口的时候 迎面走来了一个女人 这时候那个主动带路的老太太 赶紧迎上前去打招呼 那个老妈的发生 你老爷到家了吗 他说我老爷搁家了 你不能上俺家 俺家的不 俺兄的媳妇生 还不能进生人一个一个 他就说 他说你身上有点高 潘大妈回忆 这个自称是神医的外孙女的人 说潘大妈血糖高 让潘大妈心中很是佩服 她确实一直高血糖 就在她想问怎么治疗时 这个女人忽然脸色一变 说了一些让潘大妈 吓得战都战不闻的话 潘大妈说 她确实有五个孩子 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 尤其是唯一的儿子 更是十分优秀 所以一直是她的心头肉 可是一听说儿子将有大灾难 潘大妈觉得天都快塌了 就在这时那个神医的外孙女 又说了一句话 让潘大妈悬着的心 放松了一些 你拿这个钱来 拿这个东西来 两天这些都被免好 对方说只要拿一笔钱来 不仅可以治好潘大妈的高血糖 而且连她儿子的大灾 也能免了 就在潘大妈思考 要不要这样做时 在路的老太太一句话 让她做出了决定 因为爱子心切 潘大妈最后几乎是一口答应来 她赶忙跑回家 这时老伴还没有回来 顾不上跟任何人商量 潘大妈收拾了家里 所有的首饰和钱财后 赶紧回到了路口 给她一千三 我帮她进去贵了 她坐着 有紧着的衣服 印着的 日换项链 都给她了 这时老生医的外孙女 还叫来了其他几个男人 他们告诉潘大妈 这都是外公的帮手 仪式开始了 他们让潘大妈背转身 然后从一到一百 开始保树 回到家后 潘大妈把这件事告诉了老伴 潘大妈的老伴 从一几十年来 当她听到这些 立刻知道 潘大妈遇见了骗子 可是老两口并不打算报警 直到潘大妈的儿子 得知这个情况后 才立刻带着母亲 来到了滕州市 匪心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警的民警 立刻对潘大妈 进行了仔细询问 可是因为生气和惊恐 潘大妈已经说不清 当时发生的具体情况来 民警只好用车带着潘大妈 重新走了一遍 当天的路线 在这个族的过程当中 也属于了一些路口 监控前方的特种有没有 或者其他的一些 能继续限制的地方 首先得找到大妈北 你只有跟着大妈 她的行进轨迹 你才有可能发现 这些犯罪分子 这些轨迹 经过四五个小时 对监控路线的查找 民警终于在腾州衣中附近 发现了潘大妈 然后半个小时后 监控路线里出现了 问路的中年妇女 和带路的老太太 并且民警还发现在 他们三人附近 出现了另外一个可疑的人 那行人他就是 很自然地往前走 他是偷偷就跟着他们三个人 我怀疑这个也是 犯罪选人之一 紧接着民警 还在这些人的附近 发现了一辆命炮车 当那大妈走了以后 咱们又回家拿钱 他们这几个人 他往那个车 就出来了 出现在是民警控系统之内 他们是靠车上先等 其中有一个人 跟过去了 当潘大妈拿钱回来时 那辆车又悄无声息地 停在了他的附近 他拿一个袋 他装一个收拈袋里面 就看着哪个东西 明显是哪个东西 出来的 他们 他们就骗着得手之后 他们也不演示了 就看着很慌张 那是民警上 赶紧上车就逃跑了 事情的经过都清楚了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 全力抓捕嫌疑人 从视频上看 骗潘大妈的钱财 一共有五个人 可是由于车停的比较远 只能看清嫌疑人的大概体态 具体长相却看不清楚 所以那辆可疑的面炮车 就成了破案的关键 找到了两个区别 其他车辆特质 在它这个车尾部呢 车尾部 有在保险杠的上方 有一个反光条 还有一个是在 后打风玻璃上面 有一个广告纸 根据这个线索 民警立刻展开了调查 他们兵分两路 一路在办公室继续调取 各个路口的监控 进行追踪 另一路人马到高速公路出入口 调取车辆监控信息 终于查到 这辆面炮车 是一辆安徽牌照的汽车 在我们公安往显越过场 提供这个车拍号和车辆 是一致的 并且也有车主的信息 就是还原当地一个人 这个车主呢 年龄呢 是在二十五岁 是一个年轻人 给我们掌握的 这个犯罪嫌疑人 这个年龄 不相符 但是我们也不敢确定 他是不是团伙成员之一 根据这条线索 民警将这名车主 传唤到了 淮远当地派出所 他说到他 他在以前在上海打工 上海干什么 干快递 他就买了一辆车 他拿出了一个租车协议 看租车协议 有一个 有一个叫曹生的人 这个车主呢 他在网上发了租车信息 租车协议上显示 这个叫曹生的人 是安徽邦步人 根据租车协议上 所留的地址 民警立即赶到了邦步 然后呢 接着我们就在这附近 就开始就搜索 我们发现了这个 发现这个 发现这个分子所加成这个车辆 他是在一个 在一个 就是在这个老四的小区 门口停的 门口的小路上 车辆特征和车牌 全都对上来 此刻要不要进行抓捕呢 民警有了一丝顾虑 那他们肯定是分散的 我们抓捕的人 肯定可能只能抓捕 一到两个 想要全部抓捕 有难度 有难度 他们随时信息都都捅在 在我们关注国康当中 其他人有可能就知道了 就讨议了 经过快速讨论和请示汇报 民警决定先守候 尽量等所有人都碰头时 再进行抓捕 调取了 他的通信记录 这更坚定我为信心 他正好是在 他的这个漫游地 也出现在我们 抓捕地点那个位置 并且还有 还有几个号码 几个号码 这就是他的 范围 同伙 不仅如此 民警还在当地高速公路监控上 查找到了这辆汽车的轨迹 他们发现 这辆车出去的频率非常高 少则一个星期 多则十多天 就出去一次 这要证明 他这个阵阵 他们抓捕特别丰富 特别平凡 一想到可能会有更多的老人 会被这些嫌疑人 骗得损失惨重 民警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为了尽快抓捕到嫌疑人 他们从蹦步又赶回到腾州市公安局 办理相关的手续 经过周密的计划 2013年12月4日一大早 民警再次来到了安徽邦部 可是经过和当地公安局联系后 他们发现 曹生的车已经开走 不在当地了 当时我心情感觉有一点失落 就觉得这个时机都没选好 是不是还要等几天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民警有些措手不及 就在这时 邦步公安局的民警 又给了他们一条重要线索 到你们山东了 当时我直接判断出来 他又到我们山东来抓 这些胆大的嫌疑人 竟然在作案后没多久 又重新回到了山东 这让民警非常气愤 他们决定 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抓住这些人 民警赵凯立刻把这一情况 向组织进行了汇报 我们那个共操大理长就带队 就是队中场 最后发现到晚上了 12月4号的晚上 他们发现犯罪分子这个团队 最后从挤营到屈服方向去 在邦步的民警们 立刻赶回了屈服 跟抓部组的其他民警会合后 确定了一片距离 我们就分组 分组在周围的这一片区域都搜索 其中就是我和一个同志 在这一片小胡同里面 我找到了这辆车 我当时那个心情特别激动 这辆嫌疑车最近的地方有一个小绿舍 根据监控确定 这些人就住在这里 而且他们还发现其中一个嫌疑人 离开了旅社 当时都犯 犯嘀咕了 他们是出来干什么 是吧 这个团伙 其他成员在哪里 在旅社周围观察了一会儿 民警发现附近有一个网吧 于是他们大胆假设 这些外出的嫌疑人会不会来上网呢 随后他们悄无声息地走进了网吧 我到那网吧一看 其他的人都是十八九岁 顶多是二十六头的年轻人的上冲销 他一个人看诗诗多了 他一个人赚了位置 特别显眼 经过对比 民警确定 这个人就是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张建华 就在他进门的那一刻 一直守候在门口的民警 冲了上去 我们调明身份之后 他看了警察 他就不直升了 在那个房间里面 是三个女犯罪嫌疑人 都住在一个房间里 这样的话 就把这一个犯罪团 全部抓住了 这些嫌疑人终于落网了 民警立刻对他们进行了审讯 可是他们却对所做的事情 石口否认 比如那个 就是说在网吧 那个张建军说的 我是来看病的 我上区服来看病的 我有皮肤病 听说区服 区服在医院看 皮肤病比较好 如何找到突破口呢 经过思索 民警把审讯的重点 落在其中一名嫌疑人身上 这名嫌疑人曾经因为诈骗 而住过八个月的监狱 这个人叫张建霞 是这个犯罪团伙中年龄最大的一名嫌疑人 他在犯罪过程中扮演那名带路的老太太 他说他只骗那些跟他差不多岁数的老太太们 你今年多大了 66了 那个老妈还得起来多 因为看张建霞跟自己年龄相仿 潘大妈几乎想都没想就相信了他说的话 可是民警赵凯却告诉了我们张建霞的一个秘密 原来张建霞一直谎报自己的真实年龄 而且他还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为自己开脱 尽管如此民警还是不放弃 他们去了张建霞的老家 了解到张建霞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很早就失踪了 二儿子在外面打工 之前他一直和老伴在家中种田 为了突破张建霞的心理防线 民警跟他推心致富地谈了好几次心 在民警的耐心劝说下 张建霞终于松口了 他供述了他和其他四个人所作的每一期案件 后来呢我们又上他们说入我的公安机馆去调查 最后通过方面的印证 他们赚四十元钱 现任带进宿舍五十元 你一共赚了多少钱啊 没赚了多少钱 咋能吧 张建霞说自己这样做也拿不到多少钱 可是他却屡次不肯收手 而且一直扮演这个诈骗团伙中很重要的角色骗人 张建霞告诉我们 这是因为他的年龄和那些受骗的老人相放 不容易被那些老人怀疑 当问他是否对那些同龄老人有愧疚时 他却是这样回答的 至于神医的外孙女为何能准确地说出潘道妈家的情况 张建霞也解开了这个谜团 我打了几个话 他说几个话 日了几个话 他说几个话 说过了 说过了 以后挺着的挺话的 在后头打挺着来 打挺着来 挺着来 我就流了去了是吧 好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抵国曾律师 这位是我们节目的特别评论员张正法老师 欢迎两位 我们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扫描屏幕下方给出的二维码 进入我们的官方微博 加入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当中来 今天我们的短片当中 说到的这位神医 看上去真的是够神的 到目前为止 这面都没露 就把潘大妈的钱财 轻轻松松的收入囊中 我们看到这位潘大妈 应该说也年纪不小了 可是在这个 我们看上去是非常小儿科的骗局面前 为什么又如此轻易的上工呢 张老师 我觉得从社会交往上看 并不是说年纪越大 她的经验就越丰富 反而是她的参与度降低了 她的交往能力也弱化了 因此对行骗 对骗局 她的敏感度和辨别力就下降了 再有就是从心理特征上来看 心理需求上来看 就是老年人往往是独居的 因此她就特别渴望与人交流 受到别人的关怀 因此陌生那种搭讪 包括这些好像是无偿的 这种有好处的事情 就特别容易攻跑她的心理防线 再有就是她的一个年龄的这种特征 就是老年人恰恰特别爱面子 非常的好强 因此遇到了问题以后 她恰恰不好意思跟家人说 也不去报警 这就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这个犯罪团伙他们分工明确 而且骗血人来是有一个套路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先是由一个人来以问路 寻找神医为借口和被害人搭讪 另一个人则作为带路人 带领他的同伙和被害人去找神医 然后见面之后 神医便将被害人家庭情况说出 并告知其家中会面临灾难 然后诱骗被害人取出家中的钱财 来做法式消灾解难 并且假意许诺 所有钱财会如数退还 最后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了 在做法式的时候 将钱财全部的骗走 李律师跟我们分享这个套路 您是觉得有几个特点 其实相同的骗局自古以来就有 但是总有人上当受骗 归根到底就是人性有弱点 总结来看 这些骗术无非就四个 第一因人射骗 抓人的心理弱点 每个人都有心理弱点 只要被抓住就危险 从本案来看 他就抓住老年人 关心子女安全 担心自己的健康 这一个 第二 组团忽悠 环环相扣 一人叫托 二人叫双簧 三人以上就是要设局 现在大部分都是以局来骗 而且角色扮演 环环相扣 目的就让你无暇冷静思考 第三个 关键时刻 斗包骨 炮炸弹 抓住人的心理弱点 进行致命一击 心理弱点 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你最担心 最在乎最渴望什么 好想想要吗 你害怕吗 那就听我的 第四个就收钱 所有骗术 归根到底 就是为了钱 所以这个四个弱点 只要抓住了 应该说很多受害者 往往就上大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位潘大妈 他并不是唯一的受害人 据警方的统计 这个犯罪团伙 已经作案40多起 涉案金额达到了50多万元 底律师请教一下 就是这五个人 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隐瞒真相 虚构事实的 侵占别人的公司财物 那么是构成诈骗罪 那诈骗罪 像这个 如果最后认定是50万以上的 要在10年以上量刑 我们来说说刚才 那位叫张建霞的老太太 她说自己已经60多岁 将近70多岁的人了 可是每天是非常辛苦的 在奔波 这奔波的目的 就是要去骗那些 和他相同年龄的那群老人 张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同样是老人 张建霞不惜欺骗其他的老人 我觉得他的心理的逻辑 无外乎两个 一是我自己的家庭困难 需要钱 那么当这样的动机 非常强烈的时候 他就会不顾及 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违法 第二个就是 因为其他的老人 有处来钱 那么损失得起 于是就降低了 他在这个行骗的时候 他自己心里的这种自我的约束 但他恰恰忘了 别人的钱也来之不易 别人损失了钱 也会心里很难过 所以说呢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没钱 就去伤害别人 这不能成为理由 我们也不能因为别人有钱 因此呢 就可以被成为被伤害的一个对象 这个也不合理 所以说我们当然会对张建霞 这样的家庭条件呢 可以有一定的同情 也应该通过社会的这种机制 去救助他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他的所作所为 是乏力不容的 我们的节目直播到现在呢 网上有很多朋友啊 都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位路过的人 这位朋友说 这种诈骗方式 都被报道过好多次了 为什么还是有人上当 做人还是得留个心眼 一身浮沉说 多给自己打打预防针 我的世界说 孩子应该多关心老人 不要给他们留很多钱 另外老人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 要及时的报警 文武说 真正应该能够做的 是提高公民的素质 普及反诈骗的常识 加强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 幸福的鱼说 不要被封建迷信给唬住了 科学才是硬道理 想听听两位嘉宾的意见 我完全同意啊 其实这个 现在骗子很多 但是就像咱们有心理弱点 骗子也有弱点 我觉得无非是两点 第一 所有骗子都怕警察 比如说有人给你这个 讲故事啊 说自己有什么事啊 没事 你就跟你就说 那没事 你这事有困的找警察 我给你110打个电话 请求他们帮助 而且你把电话一给他 你放心 他肯定跑 第二个 骗子想提钱 他又害怕提钱 为什么 他一提钱就怕你警觉 你记住 只要陌生人编了所有故事 到最后开始提钱 肯定是骗子 张老师 我是觉得啊 就是这个 交谴延伸啊 是君子不为 就当别人跟你不熟的时候 跟你谈特别私密的这种话题 那一定是动机不成的 碰到这个时候呢 咱们不妨呢 就是掉头而去 再有一个就是 天上不会掉馅饼 就是所有的一种骗局 都是建立在 就是对你是有好处的 然后呢 比如说身体健康啊 或者说你能够赚到钱 也就是抓 还是抓住人弱点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刚才我们注意到 就是在这个团伙当中呢 有一个叫曹生的人 这个人呢 曾经入狱过两次 那么究竟 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继续看 原来民警之前在监控里 看到的那个鬼鬼祟祟 跟在潘大妈三人附近的可疑人物 就是他们其中 那个扮演通风报信的人 而最初出现在民警眼中的 嫌疑人草生 则是这个团伙中负责开车 和偷偷盯烧的 当采访中得知 我们节目将要播出后 这个已经入狱三次的男人 忽然 露出了错愕的表情 因为我阿尔都不知道 我是诈骗人 他不知道我是这样诈骗人 曹生告诉我们 他的父母都是大学学历 儿子也是大学生 并且学习成绩很优秀 他每次入狱 儿子都知道 可是入狱的原因 却都是他精心编造的 第一次是 他知道 第一次是把朋友 他是一种帮忙行事 是一种帮忙 别人叫我去帮他买一下 我就给他买一下 买了过来后 他上完之后贩毒 曹生的儿子 相信了父亲的解释 他觉得父亲是被人陷害了 可曹生第一次 因贩毒出狱后 并无悔改 反而开始走上了诈骗的道路 他第二次被抓后 对儿子又编造了 这样一个理由 我讲我是在做野财神 这个野财我手的手夹了 我卖给别人 别人讲夹是夹的 就讲我诈骗 我跟我小孩 跟我母亲都是这样讲 包括我对象 至今为止曹生是第三次被抓了 当我们问他准备再用什么理由告诉家人时 曹生沉默了许久 曹生说自己的母亲从来都不知道 他在诈骗那些跟他同岁的老年人们 他害怕母亲知道这件事后 再也无法承受 可是他却忽略了 那些同样和自己母亲一样 脆弱的老人们 提起自己损失的那些财物 潘大妈开始泪流满面 他说事发后他大病了一场 好在最后是家人的鼓励 才慢慢的走出了这个阴影 提起这次上当的经历 潘大妈感慨万分 她说自己这次受骗 主要还是平日里对这些事情了解得太少了 民警说很多老人都像潘大妈一样 平时不怎么了解这些事 潘大妈的家人在此时的处理上还算不错 有些老人被骗后 自己本身就郁郁寡欢 再加上其人们的冷嘲热讽 始终走不出这个阴影 而潘大妈经过这件事后 还得到了家人更多的关心 如今潘大妈的生活已经恢复了平静 而且她也提高了一定的安全防范意识 我们觉得这个曹生这个人啊 是一个值得大家玩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你看一方面的他是多次入狱屡教不改 另一方面的他又觉得自己是很难面对自己的家人 所以他要求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 要把他的面部遮住 张老师怎么看待他这样的一个人 大家都知道啊 人之所以有所不为 往往是因为羞耻心 这个曹生也有羞耻心 但是很有意思 他的羞耻心呢 与众不同 因此他屡教不改 我们简单分析会发现呢 他的羞耻心不来自于对自己荣誉的维护 也不来自于对社会主流的 传统的这种价值道德的这样一种敬畏 而是出于对家人的这种荣誉的担心 害怕对他们造成啊 荣誉上的损失和心理的伤害 因此呢 我们能看得出来 他的这样一种标准 不是社会的标准 而是把个人的利益置上 当然呢 这个我们觉得还是希望曹生啊 他的这个良心未免 也希望他能够老无老一几人之老 幼无有一几人之幼 我们从警方那里了解到呢 目前这个犯罪团伙的五个人呢 都曾经进过监狱 这次呢都属于不是出犯了 那底律师请教一下 就是他们是不是会面临着 要加重对他们的处罚 对 这个刑法规定很明确啊 犯有期徒刑以上的故意犯罪分子 刑满之后五年代 再犯有期徒刑以上的构成累犯 累犯的后果就是从中处罚 不得缓刑 不得假释 其实我们大家知道 就像类似这种冒充神医来进行诈骗的案件 是屡屡发生 并不少见 就在前不久在甘肃的西顾 京湾警方的又破获了一起特大的神医诈骗案 这伙人呢是作案百余起 试案价值157万余元 请教一下张老师 就是类似这样的案件 为什么会屡屡发生呢 一个呢是社会因素导致 现在确实存在这种分配失衡啊 贫富差距比较大 导致了一些人的心理扭曲 然后再加上法治观念比较淡薄 他就会选择行骗这样一种违法的道路 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行骗呢 它的这种风险比较低 成本比较低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种神医类的这种行骗呢 往往采用的是一种非暴力的方式 而且呢采用的是花言巧语 来诱骗受骗者的自愿去交出钱财 所以说呢 它就会风险比较小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受骗人呢 遇到这种情况以后 有羞于向家人去吐槽 去向警方报案 就助长了这样一种东西 所以我们昨天节目当中 也说到了是老年人容易上当受 今天也一样 所以我觉得真的有必要 给电视机前的老年朋友提个行 对 老年人一定要 新年恋人 广场上发生冲突 警方介入 就牵出麦色真相 你这一辈子永远都遭到了 如果好的话 我就不会把孩子相当 未婚妈妈年纪16岁 母亲早年离家 父亲对她彻底失望 让你妈抢笔不抢笔 你给我上一下 兽女妈妈的罪恶交易 热线失耳 明日不突 你需要更多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